Proton S50 让我们等待了那么久之后 终于正式发布了 现在我们也知道了它的官方正式售价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分析 带大家去看一看每一个车型的配备上面有什么差异 然后我们会以我们的看法来向大家推荐哪一个车型最值得买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 S50 的 Standard 版本 作为车系最入门的车型 它的外观跟配备上面都有一点点不同 首先我们先看外观 外观上面它全车系拥有 LED 的头灯组 但是 Standard 版本是没有雾灯的 另外它的轮圈尺寸为 17 寸 视觉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出色 然后我们再看看内装 内装 S50 Standard 版本采用的是 银黑搭配的内装设计 仪表方面采用传统的指针仪表 但是中间有一个小尺寸的彩色资讯屏 在座椅方面它采用的是绒布座椅 触屏主机同样的也是有 但是尺寸为 8 寸 同样的支援 High Proton 系统 以及倒车摄像头功能 在安全配备上面 这个 S50 Standard 版本只有 4 个气囊 而它的引擎搭载的是 1.5 MPI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50 PS 峰值扭力 226 Nm 匹配的是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接下来在荧幕这边 我们会打出这个 S50 Standard 版本的价格 各位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Proton S50 Executive 的版本 在外观上面它和 Standard 版本 最大的差异就是多了雾灯 其余的像是轮圈等等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在内装上面它延续了这个 8 寸的触屏主机 还有这个黑银的这个 中控台颜色搭配 但是它的座椅还有它的方向盘都有皮革的包袱 气囊的数量也变成了 6 个 当然它的仪表也是和 S50 Standard 版本一样的 是这个紫正式的仪表 我们同样的也会在旁边放出这个车型的价格 各位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个 次旗舰的 Premium 车型 这个车型和 Exegg 还有 Standard 相比 进步比较多 在外观上面它的轮圈更换成了 运动感十足的 18 寸轮圈 其余的细节上面还是大同小异 包括了这个车尾的这个双边双出的排气围管 运动化感受真的很强烈 和外观相比的话 内装的改变幅度是比较大的 这个红黑双色的这个内装 在 Premium 版本上面我们就看得到了 另外仪表也升级成了数位化仪表 这个中央的触屏主机也从原本的 8 寸变成了 10 寸 并且支援这个 360 度镜头的功能 以及胎压侦测器 这个就是这个 S50 Premium 版本在这个安全配备上面的升级 我个人相信 Proton 在这一次上面主打的可能是这个 Premium 车型 因为 Premium 车型的配备算是相当丰富 价格也相对的亲民 所以未来呢 这一款车型可能会成为 S50 的主力车型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同样的考虑这个 S50 Premium 版本呢? 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就是顶级版车型 1.5 TGDI 的 Fresh Sheet 版本 这个版本啊 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引擎 它从原本的 1.5 MPI 涡轮增压引擎 升级成了 1.5 TGDI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从 150 PS 提升到了 177 PS 峰值牛列从 226 Nm 提升到了 255 Nm 变速箱同样的也是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但是原厂表示呢 这两车的 0-100 加速表现只需要 7.9 秒 关于实际的加速表现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观看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个实际加速测试影片 除此之外啊 这个 S50 的 Fresh Sheet 版本它还多了几个功能 例如说全景天窗 以及这个 Level 2 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这个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呢 非常的丰富 例如说带低速跟随系统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前方撞击翼警 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一件事的这个自动驳车功能 什么叫做一件事 基本上只需要侦测到这个停车的位置 你只需要用手按着那个Button的话 你不需要去踩刹车 你不需要去换挡 车辆就会自动把车帮你扒进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啊 旁边这个就是这个 S50 Fresh Sheet 的价格 你们觉得这样的性能这样的配备 配上这样的价格算不算合理呢 接下来就到了车型推荐的时间 其实这一次 S50 我个人推荐两个车型 如果你的预算足够 你想要享受很好的性能 还有这个高科技感的驾驶体验呢 那么就直接去 Fresh Sheet 版本 不用考虑了 因为像是这个 177p 的涡轮引擎 Level 2 的自动驾驶辅助 等等其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我个人是觉得 预算足够 直接去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 还不错的这个内装质感 蛮帅的这个造型 然后还不错的动力 但是你对这些配备没有太多需求的话 那么这个 1.5 的 Executive 版本 其实就相当足够了 150ps 226 Nm 的动力表现 其实也相当足够了 对于一般的日常价值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个人推荐的版本 不知道各位对于这 Proton S50 的 4 个版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这个国产 SUV 你对它的看法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